千年农业文化智慧 文旦又农每年都会在白鹿节气前后的10天来开采文旦又 今天正是白鹿 不过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豪大雨特报 为了避免大雨采收造成文旦又外观水伤 因此农民们抢在上午天晴时采收 加快采收的进度 而瑞穗香农会也预计在中秋节前的两个周末 分别在台北建国花市以及瑞穗北纲大桥东端 来办理展销展售活动 拉抬中秋文旦又的买气 瑞穗香文旦又农依照千年流传下来的农业文化智慧 在白鹿节气前后10天开采文旦又 证实先采品质风味水准高 才供工班大人小孩总动员 你大概工班大概几个人 工班大概有十几个 因为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工作 他们有空才会过来帮忙 采收期间除了台风来袭 近日中央气象局也持续发布 豪大雨特报也影响文旦又采收工作 农民说冒雨采收不仅是人员的安全 也会造成文旦又水伤破坏品质 因此农民也和乌云雷雨包抢时间来采收 含水率很高 含水率很高的话 我们不能说太阳出来就赶快要采 因为你长期给它吃水的话 它里面是积水的 那是很容易受伤的 你采了之后 手的痕迹会留在上面 虽然雨天采收工作暂停 不过农民与工班也没闲着 在文旦又仓库忙着筛选 包装上市一刻不得闲 为了协助推广行销 在地优质的文旦又农产 若是将农会也没闲着 办理文旦又国品评鉴品质把关 另外把握中秋节前的两周周末假日 分别在台北大都会以及贺岗产地 办理促销展售活动 预计是在这个礼拜我们会 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会到台北的希望广场 去做一个展售会 那在下个礼拜16号的这一周 我们会在产地 也就是在贺岗北岗大桥这个区块 我们会做一个产地的一个展售会 那到时候会有将近20几位的这个幼子 把他们最好的这个国品呈现出来 瑞瑟乡文丹佑在中面积将近800多公顷 年产量约4200万台金 占全台最大宗 除了自产自销 各级农政单位也全力协助农民产销 维持农民的农产经济收益 更提供国人一个健康安全 口感氛围绝佳的台湾文丹佑国品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